很多人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在见老朋友的时候,都希望对方能够看见光鲜亮丽的自己,虽不是刻意去攀比,但总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过得不好的那一面,这不是虚荣心作怪,而是每个人都有想要过得更好的欲望和本能, 尤其是女人,当岁月流逝,自己身上的沧桑感越来越浓时,也代表着其实自己过得并不好,也许为了生计疲于奔波,也许陷入到不可调解的复杂家庭关系中,一个人过得好不好,看这几个地方就明白了,藏不住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 听说话语气 一个人过得好了,说话的声音自然也就会洪亮自信,仔细留意,你会发现饭桌上谁说话声音大,不是装逼的,就是买单的,当一个人过得不好的时候,说话自然就会变得唯唯诺诺没有了底气,说话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气场,即使他曾经在成功过,现在失落了,说话的气场也会不一样。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炒股挣了一个多亿,和他在一起吃饭时,往往他都是带有命令式的口吻,而且再大的事情,在他的嘴上说出来,总是会轻描淡写,好像再大的事,在他身上都不是事一样。 结果一年以后,他的股票倒亏了几千万,此时在看他说话时,言语间却总带着询问的语气,这就是变化,为什么? 因为自己没有底气了,曾经那种傲慢,自信的资本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更加的平易近人。 所以,做人不能太狂,人狂有祸,天狂有语,但是做人在低调,说话间无形中透露出来的这种自信和傲娇,还是会显而易见的。 所以,看一个人混得好不好,听他说话就能看出十有八九。 看精神面貌 我们人体都有三宝 集精、气、神 精气神乃生命之根本 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三大要素 身体内部的精气神能通过表面反映出来 你的面色、精神、气质等整体形象都会表露无遗 老话说,像由新生 一个人的内心是怎么样 他的表情里就能表现出来 好比如,你的内心充满怨恨的 你的眉头就不自觉地皱起来 眼神也充满杀气 嘴角朝下 又比如,你经历了一场失眠后 自然你眼神里充满着疲倦 面色苍白没血气 无论对方如何美妆 也不能遮掩这些东西 同事李娟是一个阔太太 她上班只是为了打发时间 按理说,她不愁吃穿 也不担心没钱花 把自己打扮得漂亮 在女同事眼里就是一个好命的女人 但是,从上年的年底开始 李娟开始有些变化 她每天化着浓妆 装扮靓丽 依然保持阔太太的形象 但是细看之下 就会发现她眼里都是红肿的 眼皮浮肿 鼻头略红 神情呆滞 她一直向同事们炫耀出自己过得好 但从她的精神面貌来说 她内心肯定饱受了委屈和苦楚 后来,细问之下 果然不出所料 李娟的丈夫生意失败 财政收入缩减 夫妻二人时常争吵打闹 丈夫更是沉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 毫无拼搏的心思 这落差让李娟感到很无力 每晚失眠 以泪洗面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从她的精神面貌就能体现出来 如果心境平静 内心充盈的人 她自然会昂首挺胸 走路带风 一举一动间 体现出她的自信和底气 如果她内心充满疲倦和泪气 她只会表现出 慵懒颓废 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劲来 精神面貌是无法用化妆品演示的 一眼就能看得出 她是否过得顺心顺意 家庭的环境 习惯说当中说道 一世之不至 何以天下家国为 这就是一无不扫 何以扫天下这句话的由来 说得非常有道理 如果一个人家里的环境 是杂物满地堆 到处乱七八糟 连下角的地方都没有 这样的人他的生活肯定也是过得不如意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屋子不干净整洁 这本身就是一种晦气 试吻 身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哪个人的心情会好呢 其次 这也代表这个人的生活习惯 非常不自律 不讲究 一个不自律 不讲究 心情又整天不好的人 能把事情做好 那是才怪事 所以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 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的有质量 一个整洁 干净的居住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家里的时间 会比自己工作的时间会更长 家是放松的地方 如果家都不能让自己得到彻底的放松 这种情况下 自己的工作又怎么能干得好呢 所以说 通过一个家庭的环境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活状况 看生活品质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他的生活会彻底展现出来 一个人 如果过得很好 日常的穿搭都会很有品位 整个人也会很自信 不仅有精致的穿搭 还会有容光焕发 十分精神的一面 过得好的人 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有要求 也许 所用的东西 不是最昂贵的 但是 却是他觉得用起来最为舒适的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还会从心态 事业 教养 眼界 以及学识中体现出来 一个人过得好 事业稳定 心态好 有良好的教养 以及宽阔的眼界 和丰富的学识 因为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就是他的综合能力的体现 生活品质越高的人 往往他的综合能力也越强 相反 一个人过得不好 也与他的心态 事业 教养和学识 都脱不了干系 一个人过得不好 心态也不会太好 稍微有一些压力 便容易抱怨与放弃 事业得不到提升 生活品质 自然也无法得到突破 看他的朋友圈 现在 很多人都喜欢用朋友圈 去记录自己的生活 但是很多时候 朋友圈所展现的 往往是自己想要别人看到的生活状态 这样的模式非常明显 但是 你依然可以通过一些类别的朋友圈 发现对方的生活状态 然后了解对方朋友圈背景下的生活 众所周知 人们对于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会格外的欣赏 所以 一些在朋友圈晒奢侈品的人 生活不见得过得好 如果他们的物质非常的充足 自然不屑于去向朋友炫耀这些东西 反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拥有 没有底气 才会用炫耀奢侈品 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给人塑造不一样的感觉 要知道 把快乐维系在物质上的人 他的生活一定非常的乏味 以至于无法看到 生活多姿多彩的一面 只能够用一些自欺欺人的手段 来满足自己 相反 一些晒自己日常生活的人 反而是过得很好的 别人看来貌似这样的生活 没有什么吸引力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此刻的状态是最好的 也是最享受的 而且对于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抱着感恩的态度 自然会想要把点滴生活分享出来 不是向别人炫耀 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记录自己的快乐 所以 一个生活的好不好 没有办法隐藏 总是会暴露出来的 生活中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一眼能看出来 苏平中文集中写道 向游新生 一个人外表表现出来的状态 其实就是内心的真实写照 如果一个人总是逢人 就说丧气的话 从他的话语中 就能听到很多负面的能量 那么 他的生活大多是苦闷的 如果一个人舍不得花钱 在钱的方面斤斤计较 在买必须品时 总是犹犹豫豫 表现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 这样的人 生活大抵艰难 生活的细节 总是会将一个人内心的感知反映出来 过得好的人 对待生活 总是充满了热情 遇到困难 总是能迎难而上 在风雨中 能不断强大自己 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读国学经典 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